你看看这么多拍队的 哦 已经太多了 噢 都是在拍队的 噢 走 找了一个多月了 我觉得现在现在的工厂 工资一点比一点低 今天去看了一篇卡的都没心情 12块钱一个小时 11块一个小时也有了 同时高一点又不要男孩子 又要女孩子 今年你们就找一份新业工作了 你找一份工作都很难 所以现在深圳荣华这边好多人找不到工作 所以小姐睡晚发 睡大姐睡公园 正州的内卷 真的是已经严重到了一种无法想象的程度 我是前几天刚离职 申请了离职 然后正式离职是昨天 我离开之后 然后公司才开始去发新的招聘 然后结果就在今天早上 也就是我离职的第二天的早上 直接来了好几个面试的 就这么快 就是一般性的这种职能港的岗位 真的是郑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真的内卷太严重了 我觉得都很夸张 平常感觉招一个人都很难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在郑州 二三年 我感觉真的是大量的人 还在待业的状态 找工作真的是难 但是你要是想招人 反而就很简单 现在有很多厂都不招工 而且在压萨包工业区里面 也有很多厂都是不招工 对面那里是个纸巾厂 还塑脚厂都不招了 然后这边也是 这里是个武艇厂也不招了 压萨包工业区里面 都很多厂都不招工 现在下午的四点多了 我都不想出去找 太远太大了 这个时间出去找工作 晒得还不留去 工作也没找到 那边也跟着做了一束缚 找厂找了一个月 都没有找到 找办 之前爱约会的时候 这好多人在找厂 像是冷淡淡的 像是找厂的人都没有 很多人去了 龙华 中港 东港 还有各式各的地方 去那边找了 这边的话 很多厂都不招了 回来吧 心里是踏实的 但是唯一的不好 就是家里其实也没什么工作 当时在上海找的时候 找到我心都交了 房子也租了 然后附近总是找不到工作 那时候心里就着急了 钱一天天再减少 你再怎么坚强 你口袋里的钱是有数的 每天你吃个饭 二三十 对吧 上海的消费又不低 然后一问工资的话 四千 五千 有的是不包吃的 心里就着急了 着急了 我说不行不行回家吧 把那房子一退 但是当时那个房东还挺好的 因为只住了几天 然后压金是退了 住了六天还是七天 然后那七天就相当于 一个月租金 亏了点钱 亏了点钱 最起码还是压金是退了 回到家里才发现 跟老婆吵了几家 老婆现在也不在家 吵了几家之后 我现在发现 家里也没什么好活 甚至来说家里就没有活 不是什么好活 坏活 坏活到活 活也没有 哇塞哇塞 开始了开始了 开始面试了 真是没想到啊 来了这么多人啊 大家快看啊 好多人过去面试啊 正在往天桥上面走 走了走了 我们现在也下去凑个热闹 下去看一看那个招聘广告 看看像我这样的人才 适不适合进去啊 今天真的是来了不少人啊 听说这个场面是要求很严的 一般的人是进不去的 进去的都不一般 进这个场就好比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 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了 非常的残酷 最后能留下来的真的都不简单了 我看到一个餐饮老板啊 从开业到倒闭 只用了32天 直接亏损10万块钱 第一次出来创业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现在你说开个店有多呢 后来我看了那些评论 有的说他开店只开了3天 从开业到倒闭 3天时间 超速度啊 还有的评论说 他是从开业到结束只用了1天 真的这样的例子 说真话啊 并不是笑话或者是一个断的 是说真话 其实我跟你讲 我这旁边就有一个这样的餐饮店 就是从开业到倒闭 只用了3天时间 真的就是点没人吃 从开业那天到结束那天 好像是做了200多块钱 300多块钱 就是1000房子 其实说真话 所以说投资需谨慎 现在开个店啊 看看挺简单的 装修起来 搞点食材 就坐在那里做老板了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你看别人的电视是火爆 因为别人是有老顾客 开多年有经验的 你如果一个新手小白 你所想在这一行上 撈一笔 真的有点难 真的太难了 现在包括你是 那种就是摆地摊的也好 你看着网上那些宣传的 就是他就是 叫你去学那个技术的也是一样 其实你看别人很火爆 弄得都挺好 摆摊感觉年入 十几万 百万不成用比 但是你真正做这一行的时候 你发现就有多难 根本没人 没生意 就是这样 好